还有台南后币区一位55岁的富人 弟弟找他投资 几乎害他惨赔了上千万元 他一气之下居然开车冲撞娘家的大门 甚至说要抱着瓦斯桶要企图自杀 幸好呢家人赶紧报案 倾向到了现场 一块汉富人的儿子合力劝阻 即使抢下了瓦斯桶才没有酿成悲剧 55岁富人情绪激动不断哭闹 还抱着瓦斯桶说要开瓦斯自杀 现场紧张 富人企图咬舌自尽 他的大儿子和景霄架住他 用手指扳开他的嘴 终于抢下瓦斯桶 但富人的情绪还是没平复 一直想钻进轿车里 警方只好将他上手铐 合力将他抬回警局 据了解富人因为不满 弟弟找他投资 害他惨赔千万元 居然开车冲撞娘家大门 闹自杀 富人的母亲相当低调 不愿追究女儿的行责 加上原情在派入所里 苦口婆心的苦劝 富人的情绪才终于缓和下来 愿意跟儿子回家 结束这场闹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